我从不妥协 有的人其实就你好好说会给你让 那这个有一些要的有点强硬 可能能会玩辅助不给 只有傻瓜才会温柔 他不挂伤 那他随时在反应 又是一个打不挂伤他进了打我 往后退 Q傻 拜拜 你反着放也太抽象了吧 他压力有点大好像是 哦哟 反应过来了 放出了个恐惧 放反了也太抽象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的出装很是关键 跟我们说的一模一样 正常打缺 幽默直接就出就行 我们之所以会带这个征服者 是因为我们 对面的控制很多 我们需要这个征服里 这里的一个韧性 看好 开抽奖了 太早了 刚三两分钟 10分钟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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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钟抽奖 正好20分钟结束 10分钟 10分钟抽奖 到时代提醒我 12分钟左右 我有点对不起吗 往前 往後 往前 往後 往前 往後 咻 要撞 刮 咻 大不了 跳跳跳跳跳 他有點燃的 我記得 走位 不要讓他給我們點燃的距離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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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操 我 威古斯 威古斯不知道他掉線了 我瞧兄弟 他要知道你掉線他這個 必殺你呀 還行 還行 收回來了 你 射手 XD 你 射手 你 射手 還行 射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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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手 這就是你 射手 盼一下 盼到底 富贵险中秋 没有点风险怎么大副大副 不要谈真怕死 该死的都会死 能塞的人切记 记住一句话能塞的人他一定发育能力很强兄弟们 这下午之巅吗这已经不是下午之巅了 我们8点到12点是下午之巅 过了那个时间就开始教学 为什么会提前教学呢 稍微提前个20分钟啊因为 刚才一大堆BP的人 在这部电亏品 主播特会把他秒了撤了 班南到切拉娜抢杰斯抢塞拉斯 我说啥他选啥 好像我在指定对面管啥兄弟 不秒的话估计也做了 他从BP上针对你你进去游戏他以为你没英雄他绝对会狂搞我 之前就这样 我走了 他不仅要帮你英雄还要狂抓你想要帮你当出副狗 你们知道的观众你可以说一下呀 别一直有人在问一直在刷笔 再吃一层再吃一层一天三这场回家出优 切记我们现在一个所有打法就是你们可以所有使用的 打虾谷的时候这个出装什么你们可以不用参考 那我现在这个出装你们可以 照葫芦画票,一一魔法都可以 打虾谷 诶,他去了 点完了,我在看弹幕刚才 应该稳吃了,不过我们去找一下莉莉 哎,W 假装不杀,等下C点 准备回头 大了没必要 走走走走 为什么带凯旋,因为你有这个躯着气 我们带相位,带电行,带天宫 是不是也都不需要懒兄弟们 如果你带了躯着气,你就可以带凯旋 如果你没带躯着气,那你就要带气定神仙 因为你补兵,不一定要一个W就可以清线 或者说你要出可血,但你出可血的话 你要经常放技能 可血是越战越勇的 这也是我们需要带清线的一个理由 但你如果征服者,只能来增加攻击力 打对线 你有趋着气,那你就可以 带海拳 不要被这个 服务人给 束缚 走位 关一下 对我,好我们翻墙睡梦罗汉 再来一个闪 一闪 独凤临街 玩的就细一点 打也没闪 喜欢狗 忍着 中野双AP,那我们就出一个这个 出一个选一血,这样性价比高一点 我的我的我的,这问问题不用道歉 咱教学主播 不要紧 主播看到了都会 大国也可以多发发弹幕,眼熟的观众还会上反馆 打野呢,必带先攻嘛,应该90%都带先攻,还有一种会带电行 带电行的概率很少 你就死带先攻就行,打野 带电行的也是要带起敌 鞋子加 鞋子加那个 八倍 白银能不能用这一堂 当然可以用啊 不过 最好还是 看主播那个图表 大招,不要让他飞过去 这么打断是吧 二冻瓜死了 QA死了 差多少,还差200 算了不吃了 200吃自己的饼也不够 为啥这把不能出电行 因为我们这把 对面控制很多,我们带这么着,是要小规模团战 那个 碰撞 再加上我们 需要 副系的一个 主系的一个任性 然后出幽默,因为你牌位里 他们有走 他不走了,你看我刚才去抓人 是不是眼上走下去的 我相信对面应该点了很多信号 但没用 就是硬杀 这就是牌位 这把段位还不低,这把是一个转移的对决 相信我就完了兄弟们,所有牌位全属用 走 R匹被盲选 R匹被盲选 应该你有一个 队友是帮你的 匹配应该都不会一个人玩吧 直接带电行 有人联动的话无脑电行 他打控制,你打爆发 毕竟盲选我们不能针对对面的英雄再服务 那就针对这个 针对这个打配合就行 好,最近这个开过守护的 那个守护可以打号一把,就没打的 威仪私信我一下 不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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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不空分 这么抽奖 这波不用打 3v3我没打招 没必要越 我直接拆个2塔 这种情况我们就点吃退让他们不打就行 因为我去了打不过 而且去了一定要越他 我们这时候直接拆2塔 他会回来的 他不回来就亏麻了 因为我们的队友在我们的信号之下 不敢打 打了死了就是他们的问题 这不要紧 我们自己是不亏了 他们强行要打亏了 我们也不亏 因为我们还吃了个2塔 他们死了是他们的问题 就你切记队友出问题了 你不出问题就行 假如你一直复合他们的一个操作的话 到最后数据不好 队友还甩锅到你身上 你看 谷博点了多少信号 看到没有 骗死了 按死了 这就是乱客 我从不妥协 优势的话我们很需要大刀CD 那就可以出个宫里圆弧 宫里圆弧是优势的时候可以出的 因为你大刀越快杀的越快 劣势的话你就出一些伤害装 保你的一个伤害足够 优势我们伤害每个人都能杀掉 宫里圆弧让我们杀的更快 别着急 我忘了出奖了 这都16分钟 刚才我们都10分钟开的 我希望对面不点 那我小电视可以参与一下 想要同款打号不利 一毛钱参与抽奖 中奖就可以让主播帮你打号了 下着黑铁上着大师 其中任何分段都可以 中奖就可以让主播帮你打号了 优势稳重组织 烈士逆风翻牌 只需要一毛钱 卡乐牌子还可以上闺蜜洗 顺便抽个号 完了 我怎么感觉对面要点了 都不出来了 我严重会他们在打字啊 老切剑 你们出啥都可以 黑切是关键 兄弟们 出什么装备都可以 你出可选 你出木刃 你出幽默 你出心识 心识更需要 当然出啥神话都可以 黑切是关键 黑切已经加强很多个版本了 雷霆最后一个点什么 无情猎手 带电刑不等无情猎手 就没有了灵魂 相手更是铁的滋味吧 这样一个翻牆会不会关键时刻没想翻 如果你知道下一步可能会在这个地方打起来 这个场地就不要翻 这主播有的时候都有刻意去留的 就比如说这一波我觉得会在蓝buff 那这波蓝buff的强我就不翻 那在蓝buff之外的我全都会翻 一直翻肯定是有这种情况的呀